迈克尔在NBA首秀上,便交出22分12助攻球抢断机来把的准四伤数据,率领费成76人,击败作用赛巨头的迈阿密热火。 北京时间10月3日,NBA季前赛继续进行,休斯顿火箭也迎来了自己的季前赛首秀,最终,在保罗和哈登的带领下,以131比115发射灰熊,吸引季前赛开门红。 本场比赛,火箭众多新元悉数登场亮相,安东尼和恩尼斯更是直接担任球队首发,而最让人眼前一亮的,却是身穿一号战袍,曾经以一人之力脚落巅峰热火三巨头的麦卡威。 说起麦卡威,许多人都会用出道极巅峰来形容。 2013年,麦卡威在首轮第11阵内,被费成76人选中。 在同年的10月31日,费成76人在常规赛首轮迎战当年作用詹姆斯、韦德以及波士三巨头的麦阿密热火。 最终,麦卡威交出了一份22分,12个助攻,NBA时尚新秀首场比赛助攻数排名第二,七篮版,外加送出九次抢断,NBA新秀首场比赛抢断最高纪录的准四双数据,并率领球队114比110赢下比赛。 从此,麦克尔卡特威廉姆斯这个名字,想撤联盟,一时间,他成为了费成的新宠儿,球队也想将他塑造卫星的核心,只可惜甜度英才。 很快麦卡威就被伤病找上门来,状态也大不如前。 于是,这位曾经的宠儿,开始了自己的漂泊生涯,从寒冷的密沃尔基,到封城之交歌,再到夏洛特黄峰。 依旧难以重现新院最佳新秀的风采,于是,在今年夏天,他决定投靠的安东尼徽下,希望能够在这里重获新生。 要知道,格帅一直都有空为加成的Buff当年的那时,林舒豪,再到现在哥登,保罗,都在他徽下取得不错的成绩。 更重要的一点是,火箭队阵中的哥登,当年也是一个玻璃人,但来到火箭之后,在格安东尼的跳脚下,迎来了职业生涯的第二春。 像必麦卡威也是看中了质点,才来到了航天城,而在自己的火箭手秀中,麦卡威变相球队展示了自己的实力。 全场比赛下来,麦卡威剃足登场21分钟,六投五中,砍下19分万加二助攻。 其中他利用自己强大的突破能力,得到11次罚球并命中了九球。 火箭队可以说是减到宝了,虽然麦卡威的投射能力并不出众,但他的突破奔球能力,可以让球队一众射手受益不浅。 除此以外,他还可以分担哈登和保罗的出场时间,让这两大核心,能够得到更多兴趣的时间。 在他与哈登与保罗轮发搭配上场时,都有不错的效果。 先是他接哈登妙传,完成折叠上篮,随后又接保罗一技崩萨跨下传球,打成2加1,足力可见。 他与队友之间十分来电,而且反击快攻也十分适合他发挥自己的特点。 所以,真的不得不佩服德安东尼调教后来的能力,只要能够在新赛季保持健康,想必麦,才能够在德安东尼婚下重现自己当年的巅峰。